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呢,一样是我们的第五届的观众票选 那我们今天要揭晓的是什么排行榜呢? 刚刚画面上有看到哦,就是最喜欢的行动支付 好,那我们就赶快往下看咯 那这一次一样,我会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投票观众的基本资料 接着呢,会跟大家提示一下所有入选的行动支付有哪些 好,那再来就是大家票选出来的前五名跟这个心得 好,我们赶快往下走 本届的基本资料 这一次一样有783个人来投票 男女比例接近1比1,女生稍多一点点 好,那大部分的话呢,年龄都是在31到40这个区间 好,那年收入的部分呢,基本上是51到100万左右 好,那再来是这个持有的卡数呢 最多人大概是6到10,然后11到20是属于最大宗的族群 这样子 好,那最后是这个用卡的资历大部分都是用10年以上啦 好,所以呢,对信用卡应该都是不陌生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台行动支付业者 一栏表 我这一次呢,为了要做这个票选 我把所有的这个 我们所熟知的或者我们不熟悉的行动支付全部丢进去了 好,像Apple Pay 一卡通Money,悠悠妇,接口,台湾Pay,LinePay,iCashPay 全部都丢进去 然后让大家就是自己挑选 你觉得最棒,你觉得最不好的 那本周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大家票选出来最棒的行动支付业者 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五名 叹叹 居然是台湾Pay 这个就有点微妙了 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 其实我们在去年9月到10月有特别介绍台湾Pay 那那个时候搭配的是正行5倍券 好,所以如果你用台湾Pay的话呢 最多可以再多拿800 好,同一个时期的其他银行的回馈都没有到这么高 所以呢,应该是有不少人 就是因为这个活动才开始去认识这个行动支付 那这一次一共有37个人选择它是最棒的行动支付 投票的得票率是4.7 好,每100个大概有接近5个人 是觉得它是number one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意见 没带钱包出门的时候也可以使用 感应很好用 之前用远东银行 现在搭配华南银行 连5倍券都是回馈最多的 所以很棒 转账免手续费也不限次数 好,那因为5倍券而加分了 最早可以跨行转账免手续费的APP也很不错 好,因为这个是财经公司推出来的这个行动支付 也是国家队 所以呢 你在透过台湾配来做转账的时候 其实都是免手续费的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比如说你的钱包在华南银行里面 那你想要转到它有合作 比如说第一银行 那么你透过台湾配转账都是免手续费 甚至春节的时候还可以转账 比如说一次500元 然后还可以多一次抽奖机会之类的 那最高还可以赚一个 第一银行他的活动好像是送1688的红利点数 大概是168元 所以他们的活动其实是撒蛮多的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多多关注他们的官网 都有相关的活动 那再来 今年用来绑5倍券很棒 多了800块 因为绑定了5倍券 所以只好使用它 东奥卡 这个华南银行的东奥卡有最高28回馈 它这个活动是去年的10月到今年3月 那每个月都可以刷2500拿500 我基本上每个月都是刷好刷满 那如果你有抢到这张卡片优惠 也是很值得拿出来用的 不因为什么 只因为它上面的台湾两个字 就是这样 国家级的配优惠真的很不错 活动配合5倍券 台湾制造一定要挺 然后绑定5倍券超好用 因为5倍券绑定华南银行活动 才开始使用台湾配 使用的人少 福利就会比较好强 所以这也是不错的 可惜呢 覆盖率使用率还是比较低啦 很多地方刷台湾配的优惠 其实反而是最多的 所以大家在解任务 在刷卡的时候还是可以比较一下 然后看看就是哪一个行动支付的回馈最高 然后就搭配那个行动支付的 信用卡优惠做combo 是最棒的 对安卓机种呢 也是非常的友善 所以呢 这个如果你要用NFC感应 感应支付的部分 也的确是只有安卓机种 所以这张这个行动支付 的确是目前呢 网路上讨论的声量 逐渐有往上走的这个部分 那不外乎大家就是撒优惠啦 我也希望说 希望台湾配的这个团队呢 可以继续努力 继续加油 能够让台湾的产品呢 就是让更多人看见 更多人去使用 好 接下来是第四名 来看看是哪一个行动支付 哦 是EKOTON MONEY呢 好 那EKOTON MONEY呢 我这一次的票选里面 我那个时候我写的是LINE PAY MONEY 所以很多人把LINE PAY 跟LINE PAY MONEY 就是混为一谈了 看到LINE PAY MONEY 就选择是他了 但是事实上 这是两个不同的公司 那因为现在这个LINE PAY 它要退股了 好 因为这个LINE PAY MONEY 就是那个LINE PAY要退股了 所以他基本上也不能够使用 这个LINE PAY这个名字 所以他就改名字回去 EKOTON MONEY 那EKOTON MONEY呢 它因为最主要它是 这个电子支付系统 所以它没有办法 就是绑定信用卡 它最主要绑定的是银行账户 然后来做这个转账的部分 那绑定信用卡的部分 是LINE PAY 就不是EKOTON MONEY了 这一次也够有54个人选择 那得票率是6.9 回推大概每100个人 有7个人左右会选择 EKOTON MONEY是非常好用的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大家的心得 LINE做即刻通知的动作很不错 不论你是转账还是做消费 都是直接通知的 很好 那当初 LINE PAY跟LINE 还有这个LINE PAY MONEY 它们是全部是三位一体的时候 你在做支付 你几确是可以选择用LINE PAY MONEY来做支付 那可以扣掉点数 但因为现在它们分家之后呢 其实你就不能够直接扣点数 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那也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使用的据点也越来越多了 每一家的信用卡都可以绑定使用 这个是属于LINE PAY的部分 不是LINE PAY MONEY 买贴图送人买库券都非常的好用 那最主要的话呢 电子支付是要让你做 比如说社群分账 然后呢你可以转账给亲友 或者是收钱这一块 所以呢 用星光账户来做除职 然后来缴交星光信用卡费 这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跟同事来做团购跟分财费 也很好用 那目前的话呢 它下面有个人讲到说 使用LINE PAY MONEY 快点卡有3% 这个是属于绑在LINE PAY上面 那跟一卡通MONEY就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 常常有绑某家银行回馈50到100的活动 这个是属于这个绑定账户向回馈的部分 前一阵子可能星光OU 然后元大的数位账户其实通通都有 所以他们这次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一些新的这个获客活动 大家就可以参考 在10个数位账户之间呢 轻松互转免手续费 LINE PAY分家之前真的相当好用 所以这个人写的是比较正确的使用方式 那想说给绑信用卡这个的话呢 就是属于LINE PAY的范畴 不是这个一卡通MONEY 只有使用过这个行动支付 一卡通的行动支付 不管是储值或是提领 都不需要手续费 这个是重点 那也请大家要特别去 区隔一下LINE PAY跟一卡通MONEY 但是呢一卡通MONEY拿到第4名 真的是很厉害啦 恭喜他 现在呢我们往下看是第3名 哇哦是接口呢 接口这一次呢 也得票不少 有60个人选择 接口是最棒的行动支付 他的得票率呢是7.7 每100个接近有8个人呢 是觉得接口No.1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心得 回馈接口币 使用上直觉方便 常常有优惠 而且夜市很多小吃呢 都非常的这个 很多 然后行动支付深入民间 其实真的很不错 那接口币好用 缴水电费也是有回馈的 这个也是蛮好的 那接口常常办活动 可以直接做折价 像前一阵子 他都会跟一些夜市搭配 所以如果你在夜市里面 做这个支付 或者是某的商圈做支付 那有时候都可以有 这个现金回馈 直接折底的部分 那可能就会非常有感觉 所以这个是 大家可以去跟着优惠走 也蛮好玩的 那有人讲到这个 会赚卡 有3%的回馈 那你如果账户有10万块钱 就会翻一倍 就变成是6% 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消费缴费绑定卡别 很多时候比LinePay好用 缴费还可以combo信用卡回馈 这是重点中的重点 尤其是水费 电费 瓦斯费 我都是搭配这个会赚卡 或者是你周三使用 他的这个接口支付联名卡 一样也是有6%的回馈 缴费可以拿回馈 接口支付最接近大众的需求 普及率真的很高很方便 现金回馈 我点数回馈 接这个及时入账不用等 双11的活动 让人家超级有感 这一次 有至少三个人以上说 接口的双11的活动很好 好像是买多少钱之后 就送你多少接口币 然后还有就是现金回馈的部分 所以大家就是 这个两边拿满满 非常的爽 所以也 大家可以特别注意 就是这些行动支付 如果有撒币的时候 请你务必要参加活动 这样才能够拿到最多最多的回馈 缴费第一名 但是很多缴费 只有台北市有 希望可以开放其他县市 一起使用这个 接口支付的缴费服务 也请这个接口团队 努力一点好不好 多多开通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可以多多赚点数啦 感谢感谢 有更向双11的优惠 折扣1500 还拿到1111的接口币 真的很多 这样算一算就是2600左右 非常的厉害 所以这是这次接口支付大家的一些心得 提供大家参考 好 接下来呢是第二名 是Apple Pay Apple Pay的话呢 它其实不 它算是感应支付 而且是三大这个手机商 这个Google Samsung跟Apple 那他们自己推出来的这个感应支付 算是行动支付啊 因为你就是手机这样过去 逼一下就有了 但是呢 跟这个扫码又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这个Apple Pay的话 基本上有Apple Watch或者是手机 好 直接过去点两下 然后扫码 或者是扫脸 扫脸或者是输入密码 就可以直接支付了 这的确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种方式 尽管用这个支付的方式 没有什么额外的回馈 只有信用卡给你的点数回馈 好 只有基本的部分 还是很多人喜欢 所以有102个人选择 Apple Pay是他心目中最棒的 这个行动支付 得票率有13% 每100个有13个人会选择 这个Apple Pay 来看看大家的心得跟意见 好 苹果手机方便快速 对于Apple使用者来说 最方便的就是原生的支付了 使用最快速也非常符合行动支付 好 iPhone不需要解锁 就可以马上Apple Pay 能够感应就刷得过 很棒 实体店面跟网购都可以哦 好 手机按两下就可以刷卡了 好 这也是大家讲的这个亮点 绑定必备卡呢 在2021年很棒 都是6%到9% 但2022年就只剩3% 所以民众如果要再使用这个必备卡 你要特别去注意这个回馈率有下降哦 好 那而且还有低效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觉得不适合的话 就要换别的卡片了 就不见得一定要用这张卡 好 看不到卡号呢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安心 手机按两下可以结账 搭配永丰银行的必备卡真的无敌 2022年就不要再用了 回馈没有那么好 按两下搭配配置ID刷脸就好了 行动支付手中的就是安全系 甚至连载具也可以绑定在里面 这也是不错 安全支付而且搭配永丰必备卡最高6% 2022年起只剩3% 搭上必备卡就是舒服 苹果的保密机制跟人脸辨识 可以省去输入密码的时间 使用非常的广泛 而且可以搭配永丰跟凯基 凯基银行的摩拜卡呢 其实也是我今年非常推荐的 就是旧户有5% 那新户的部分有就是提高到 这个旧户有6% 新户有到8%回馈 这个是都蛮好的 提供大家参考 Apple Pay因为手表就能支付 所以很不错 不用脱口罩 按按键两下 就可以马上叫出支付的画面 付款省时可以直接感应 这也是很好的 缺点就是它的绑卡的上限不够多 好像比较旧一点的机种 iPhone7还8以前就只能够绑8卡 之后的话它有开放到最高12卡 那你的手表可以绑 你的手机也可以绑 所以大概到16到18卡左右 如果你的卡片真的太多的话呢 你就就是要删掉才能够再绑了 不必带上钱包是最棒的 只要解锁画面就可以付款 这也是大家对Apple Pay非常非常喜爱的 这个部分 就是整理给大家参考 接下来呢要来到我们的第一名 第一名到底是哪一个支付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LinePay LinePay啊 这一次一共有408票 很惊人哦 我们才783个人所以他得票率就很超过50耶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观众票选 第一次有看到 除了那个最讨人厌的银行之外 这真的是大家最这个异口同声 觉得回馈应该是说最喜欢的 上面没有改到 上面是最喜爱的行动支付 最高得票率是52%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 每100个里面52个人就觉得就是一定是LinePay了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心得 一样哦 因为这次的心得非常多有 有有那个400多者 408者 所以我大概会挑重点讲 那总共有大概接近30多页的投影片 那大家就是如果想看的话 就是先按暂停就可以看得到了 只要能回馈LinePoint 对我而言就是等同回馈现金 配上必备卡也是非常完美的搭配 去年必备卡的回馈呢 是在Apple Pay跟LinePay 享有高额的现金回馈 今年的部分都一律调降到3%回馈 而且还有低效 所以民众要使用的话要特别注意 就是不好用了就不要用了 可以用LinePoint折底 各大网购网站都能够使用 那扫QR Code大家也觉得很不错啦 Line已经很深入我们的生活了 不需要再另外安装软体就可以使用 用联邦的Line点卡 用台北富邦银行的J卡 都有LinePoint点数回馈 搭配Line导购也很好 用Line配刷J卡有3%的回馈 觉得很甘心 送红包啊送优惠券什么的 非常的好用 消费的明信会直接跳通知 在Line的对话里面 对于消费者在掌握 自己的消费情况其实是很不错的 J卡也有3% 跟Line把在一起不用再下载其他的APP 可以拿到信用卡的网购回馈 整合这个乘车码可以搭乘捷运 那整合Line朋友键可以分摊跟收款 这个不是像一卡通买你的分账功能啦 Line配本身没有 搭配Line购物然后累积了快1万点的点数 这个很厉害因为如果你是3%的话 至少也是刷了三百万才 大概刷了至少三十几万才有拿到1万点 这也是蛮多的 绑定Linebank也有3%的回馈 Linebank快点卡是我们很推荐的产品 民众有需求可以去找来研究一下 然后再来申请 回馈非常及时通知也是秒通知都很好 即使在乡下地方买饮料也有Line配 很不错 Line点数的用途非常的广泛 绑对信用卡回馈点数也很好 目前没有遇到安全性的问题 最接近对岸支付宝的行动支付了 做得很大很不错 几乎每次消费都可以折到不少钱 很好 折底点数无上限 大多数的店家跟缴费都有支援 搭配Linebank卡还有3.5%的回馈 甚至你要在Line礼物里面来送礼给亲友也非常的好 像这一次过年的时候我也送了一些亲友 这个星巴克的咖啡 那他们拿了之后也是蛮开心的 所以这也是都可以在他的APP里面来做购买 Line礼物里面就有了 电子发表跟超商都有会员整合很好用 没有刷卡机的店家也可以使用 不能够转让点数有点麻烦 其实很多的会员点数都是不给转让的 因为他怕你去做贩售的行为 那也希望将来LinePay有机会可以开发出这个LinePay 点数转让给亲友的功能 我相信大家会更喜欢 很多店家网购都可以刷 可以先选择要折底的部分点数 这里可以规避刷卡回馈上限也不错 买饮料购物都可以使用 甚至可以买贴图 现在都不用额外处置 直接刷LinePay就可以 转账给亲友不需要账户跟号码 只要有户为好友就可以转账 这个是LinePay Money 也就是一卡通Money的功能 就不是LinePay的功能 LinePay的导购物的导购也有相当多的点数回馈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回馈LinePay点数又有本身的卡片回馈 搭配LinePay都是亮点 信用卡回馈高而且可以无脑刷 树林的秀泰权动都有 LinePay不用带钱包就可以去吃饭 很不错 转入不延迟 结合通讯软体虽使用上较为广泛 搭配这一卡可以无脑刷 这都是亮点 在疫情肆虐之下 不需要使用现金支付来减少风险 网购也能够用点数折底 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 所以你身上有几万点的点数 甚至你可以在网购的时候 就直接换一台新的iPad 一台新的iPhone 然后把它拿去卖掉 其实也很好 真的是蛮多的 LinePay点数商城 让人可以用有折扣的方式来换到电子票券 使用上也非常的好用 通路应该是所有行动支付当中最广泛的 Line导购可以另外享用LinePay点数回馈 而且可以参加特殊活动来搜集LinePay点数 大多数人第一个使用的支付其实就是LinePay 有时候忘了带钱包 好家在有带手机才能够使用LinePay付款 非常的赞 点数也是一点折底一元当做现金使用 今年台北富邦这一卡3%点数回馈 无脑刷 不论金额立即在Line上面可以再看到 安全性很高 回馈的LinePay点数也非常的好用 用LinePay可以来折底批点也很方便 但是呢 永峰必备卡它这个下半年的回忆缩减 下半年的回馈缩减 但是呢还是可以用啦 2022年呢 就回馈就是再砍班 提供大家参考 这是唯一会长期使用的支付 搭配JU卡拿了不少点数 所以呢今年开始比较常使用 LinePay点数来折底范围非常的大 也是不错的 信用卡combo的优惠很多 而且可以绑定各家银行的信用卡 而且Line导购有combo 不错 大部分大家呢 讲的都是以这个刷卡的即时通知 然后这个通路多 饮料店到百货公司通路都有 然后搭配信用卡回馈也可以再combo 然后可以用Line购物 Line导购 这都是外赚点的方式 甚至用这个LineBang快点卡 也有这个3.5%的点数回馈 折底LinePay点数 最早开始使用的行动支付 也是最上手的行动支付 本来相关卡片的Line点数回馈 用起来会非常有感觉 用来用去还是LinePay比较威 多数信用卡搭配可以取得高回馈 甚至被扫码QR Code就可以完成结账 也是很不错的 使用结合手机跟商家来这个来做非常的快速 整合也是做得最好的 有人讲到重点了 Line的生态圈非常的广大 很多都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大家就离不开啦 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去使用这个行动支付啦 那甚至可以兑换这个外送优惠券 麦当劳 星巴克 加勒福等等都可以做兑换 所以也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 这个点数多元化使用方式 可以用LinePoint来折底价格也不错 本身的通讯功能还有转账提款缴费 像现在这边讲到的转账提款缴费 是Ekatone Money的功能 那LinePay本身并不具有这个转账提款缴费 缴费没有什么回馈 但是也是可以缴啦 就是在Ekatone Money那边缴 点数区化没有蛮度 然后不限制手机型号也是它的亮点 那像会员卡 载具 支付码都在同一个页面上 只要上下滑动就可以来做支付 也是它设计的越来越好的一个部分 凯基新户最高有8%回馈 旧户有6%回馈 民众可以多加把握 有回馈跟红包就是赞 所以这一次真的是LinePay大获全胜 大家最喜欢的的确就是LinePay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总排名 我相信大家也感好奇说 到底大部分的行动支付的排名是如何 你来看这个圆柄图你就知道 其实最多的还是以LinePay为主 那第二的话呢是ApplePay 第三是来自60的这个是接口 第四的话呢是LinePayMoney 是e卡通 所以如果LinePayMoney跟LinePay 还是在一起的情况之下 他们来算他们的版图可能会有到六成 所以这个是刚好就是六成左右 所以现在因为他们分家了 所以有一些票数就会就是分开样子 但是呢其实也是我觉得 这一次的选起来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国外的品牌 我们自己国内的台湾Pay就排第五 那在这之后像这个橘子支付的部分只有2.2% 那这个投票的人也是比较少 毕竟他们才刚几步 所以我们就可以多多担待 多多支持他们 那也提醒大家 我们在下个礼拜呢 一样也是行动支付的单元 但是就是你最不喜欢 你最讨厌的行动支付是哪一个 他有什么缺点 我们下礼拜一一的跟你揭晓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